近日大市再欠缺北水流入和利好消息,令大市成交持续疲弱。连续多个交易日的成交额不足700亿。 反映投资者入市信心减弱。中观上周,港股走势较为反复。上周一22日,受A股拖累。 加上周日21日,发生的元朗暴力事件。大市亦试下错近400点。港铁0066。一众地产股及物业收租股亦受到影响。 本地政经局势持续不稳。更似有恶化迹象。元朗暴力一事更令社会人心惶惶。 当地零售业受到影响。更有人形容周一的元朗如死城。虽然只属个别事件。带来的影响亦不会太长。 若类此事件再度发生。示威游行运动持续不断。社会撕裂加剧。对民生及经济等打击不容小趣。 与此同时。上周一迎来内地科创版开版。可谓内地投资者侨首以判的好消息之一。 虽然科创版站有25只股票供买卖。但开版当日已成为市场焦点。交易额达485亿元人民币。 在较多资金部署科创版下。25只股票集体飙升。最高升于5倍。虽然亦日交易额已回落。 而且亦出现获利回吐的情况。但科创版的登场无疑亦令护心股市受压。 亦削弱北水南下之流。变相令港股大市成交萎缩。 美股方面。早前的声势传赖美国联储局减息的憧憬。及部分企业贵迹表现优于预期。但上周几家大型美企业职令美股受压。 当中包括Tesla、Ford及图市公司等。企业职均迅预期。加上随着经济数据表现及联储局成员的言论。 市场对减息加码至半离的预期很快变降温。跌至不足两成。亦令美股辰转回落。 至于后市发展。本周将迎来美联储议息结果。同时美国亦将赴上海就中美贸易问题上进行磋商。 外界将再次观望谈判进展。看看是否能为大使说中送炭。 现在大使的不确定因素愈来愈多。港股继续处于拉的门局。阻力重重之下。投资者除了经常留意特朗普推特外。 英国脱钩。环球经济前景及本港。正经局势等将继续左右大使走势。因此。投资者现时宜多留意事态发展。 普审慎观望态度。待大使出现较明确方向再入市。 请不吝点赞。